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恐怕由不得你 这个先例我皇马挂不干了 钱债好还 秦债好 若是无情了 拿什么还 本官对你的处罚 你服不服 不服 什么来历 你偷人 我偷谁了 唐靖芝 我俩打小青梅竹马 咱俩今儿在赫花园呢 一旦经我查到 我该杀该挂绝不手软 你抢辞多礼 我的就是他的 他的就是我的 让他走 滚 滚 官场的事情有规矩有章法 你这么做 谁能把你我往死路上推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你就等着死吧你 他泼在我脸上 是明月的 现在婚姻太迟了 不迟 我们的感情还在 人生能得意积极 死 武汉 抛弃 不可计 怪你 你是我的刘靖 这十二年 你都去哪儿了 为什么不回来 同样的东西 只能有一个 多了就没有价值 我和黄马华都认罪 我们愿意一起处死 大人 大人 求求你了大人 都遇见我们 还有结尾夫妻 不管是天上人间 还是地底下 我都要永远跟着你 你愧对的是 那些死去的灵魂 你愧对的是 那些挨恶受冻的 相比女神 该死啊 皇上 你这么一走 你飘进黄河都说不清了 小姐 今天我就给你一个交代 你是想黄马卦想疯了 朕 赐你一件黄马卦 让你当一个名副其实的 县令黄马卦 怎么了 怎么那么臭啊 我就说妈 结了婚 还那香的臭的都分不出来了 好啊 黄马卦 我说你每天晚上 你都让我涂脂抹粉了 我还以为你跟贾宝玉一样 喜欢没胭脂 原来你是要掩饰你的臭脚 小姐 这还林太玉呢 林太玉都让她熏的吐血了 贾宝玉让她熏的出家了 你们在说谁呀 小姐 人家都说 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要是嫁了人 就变成 邋邋遢遢的 蠢女人了 小姐 你可千万不要这样啊 要不然 我死也不嫁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从明天开始 你要不是不洗脚的话 就不然上床 好好好 我保证每天洗脚啊 不过这叫麻烦大凤 你帮我打洗脚水 只要 不在 处处飘臭 害得我爷爷 蒙着被子睡觉 我愿意每天给你 打洗脚水 小姐 我先走了 你别关门哪 杨州府来了钦差 怎么事先一点动静都没有 是啊 从没听府衙那边的人提起过呀 见过大老爷 好了好了 都赶快跟我去治府衙门 你刚才说 杨州府来的钦差是纪大人 是郡基处的纪晓兰大人 纪晓兰 不知纪大人远道而来 未曾出城相迎 扶起纪大人恕罪 免 不问你这条 本官听说有个叫黄马褂的 在桂县井内 请问他还活着吗 还 还在 不过 他隐姓埋名 不叫黄马褂 现在叫黄山 行行行 哪那么多废话 速速把他押到县衙等着我 喳 这大人都闪开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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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纪晓大人 你是干什么的 被指雄名师爷留后手 其余的也都是师爷 今天这只有冯继德的事 与你们几个无关 你们去县衙房候着 去吧 这 这 封继泽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天哪 何人在此喧哗 是 是下官的那人 洪回房去 不准出来 把他们都带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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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过地区 接去 完了完了 快 快点 你爹一定出事了 快 娘 不要吵架 关什么 要问斩 小姐 你说 他怎么办 娘 不会有事的 爹不会出事的 爹是个亲官 地方百姓都知道的 地方百姓知道有什么用 皇上不知道 上都不知道 皇上不知道 皇上 小姐 这 娘 娘 有什么用 要吵架 要吵架 娘 小月 你说我藏哪里 夫人 我来帮你 藏哪里 求婧 我来帮你 夫人 我藏哪里 藏哪里 夫人 藏哪里 小月 藏哪里 娘 你怎么怕成这个样子 爹不会出事的 咱们清清白白的 你不用害怕 好好休息一会儿 小月 只要出什么事情 你答应我 一定找你舅舅 我答应你 你把东西给我藏好了 出什么事情 一定找你舅舅啊 夏和 夏和 藏好了 你给我藏好了 知道了 夏和 夏和给我藏好了 知道了 一定给我藏好了 小月 娘 娘 老人 混账 两夫妻都是混账 糊涂蛋 老爷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不严重 刘师爷会那么拼命地派人来通知我 知府被抓 更记得 有瓜哥吗 倒是没什么瓜哥 可是 纪大人转脸就进了县衙门 还通知冯纪德 去抓黄马卦 你说能是什么好事吗 他们两口子也真是的 让那个姓黄的当什么殉党啊 这不是玩火的事吗 还跟他们认什么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 糊涂 不止糊涂 简直混账 把我们也牵扯进去了 那 那老爷 您赶快想想办法吧 贾总管 在 范儿呢 去喝汤酒房了 去那儿做什么 回老爷的话 少爷跟您说过的 他说是去酒房找什么陪少俊 谈合伙经营酒楼的事 火都烧到屁股了 还上什么合汤酒房 叫他回来 等等 被叫 我们一块去 是 是 来 来 来 新鲜的芹菜啊 来 来 来 快来看看菜啊 很新鲜的快来看看啊 来 快来看看 来 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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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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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马官 我奉钦差大人致命 带你去县衙 我丈夫犯了什么罪 这不是我能回答你的 我也只是奉命办事 马官 我不管什么钦差大人不钦差大人 要带我老公走 先把我手上的家傲同同意 想带走我们家公业 没那么容易 大风 你不能造次 我告诉你们 钦差大人乃是纪晓兰纪大人 违抗她的旨意 就是违抗圣旨 来啊 给我带走 大风 上 不要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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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宽差 住手 住手 不要打宽差 娇娇 娇娇 你应该知道 我曾经在荆殿之上 猪怒过龙眼 这是一条死罪 要不要我死 什么时候要我死 全在皇上一面之间 刚才这位捕头说的 这位纪晓兰纪青菜 我也得罪过她 顶撞过她 现在皇上派她来抓我 是我该死的事 我应该跟王伯头去 不行 我要跟你一起去 要死 大家也要一起死 开什么玩笑 不干你的事 你就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活着 马瓜 你要是不跟我结婚 最轻易的 但是你现在娶了 最臣之女 最嫁易的 我脱得了干系吗 有气如你 我皇马瓜 今生足矣 两户一案 老公 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 我们今生做夫妻 我们来世 还要做夫妻 好 小姐 小姐 我不嫁人了 来世 我还给你当丫鬟 姑爷 来世 我还给你端心一脚水 好 我们永远在一起 王伯头 我跟你一起去 应该 不用上枷锁吧 好吧 那不用上枷锁了 带他走 还有我 还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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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该走了 走 走 赶快去 赶快去 少俊 怎么了 黄山被抓了 嫂子呢 前面看热闹的 走 抓了 是啊 你们先回家 把门关炎了 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 知道了 兄弟 你自己要当心呢 我没事 咱们走吧 好 你不是到我店里 喝茶的 做命些什么 不错 正是 可你今天穿的 像个阔公子 佛要金装 人靠衣装 再说 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显寒酸呢 这事 与你有什么先来 一切 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少俊 咱们回去吧 没事 在这儿瞎扯什么 不怕惹祸上身 一个算命先生 能给咱惹什么祸 防人之心不可无 再说 咱们还要赶回去开店呢 嫂夫人说的不错 赶紧回去准备 也许 晚上生意大好 有人会白酒庆祝呢 好 真是个怪物 好像什么事 他都知道是 走吧 别理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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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让开 把他们拦住 把光 娇娇你们回去吧 就不着急 我们也进去 回去吧 快进去吧 快 都回去 为什么不忍我们进去 你们都不走进去 不行 胡老公到底发生什么罪 我也是白问 回去吧 让我不去 拦住她 大人 娇娇 娇娇 大人 你是何人 罪臣孟金辉之女孟娇娇 寇静记秦差记大人 你私闯公堂那是有罪的 念在你是名门之后 本官允许你把话说完 大人 我和黄马罐都认罪 我们愿意一起处死 就就 你和黄马罐成婚的事 本官京城早有所闻 但是你何罪之友 我无权定有罪 不过黄马罐的罪行狂上 已经下了圣旨 待会呢 还得麻烦你回到门口听宣 如果圣旨说是斩首的话 好麻烦 你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不 大人 我不出去 不要跟我老公在一起 我不要出去 这恐怕由不得你喽 不 大人 大人 我求求你了大人 娇娇 娇娇 你叫外头等我 这里是公堂 宣的是皇上的圣旨 你别闹了 娇娇 走 走啊 马哥 马哥 我们也要是福气圆寄 等一见我们还要结为福气 不管是天上人间 还是地底下 我都要永远跟着你 你不要怕 我孟佼佼会一直陪着你 我就是喜欢你 马哥 我是你永远的老婆 走 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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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也会陪着你跟姑爷的 姑爷的命实在是太苦了 马哥 冯继德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揚州府江都县令冯继德 律己严明 勤俭从宫 去 律己严明勤俭为公 推行政务 百姓福祉为先 地方繁荣安定 百姓安居乐业 为朕牧民 卓有绩效 卓冯继德接任扬州之府 当即就任 无需进京复旨 钦此 臣逢继德领旨 谢主荣安 真没想到 这圣旨是皇上下的 没治他的罪 反而生他官来 皇马贵 接旨 臣民接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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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你在金殿之上 你不是称臣吗 今儿怎么又改成臣民了 称臣是本心 臣民是圣意 二者合一 只为中庸之道 在金殿之上 你还顶撞过本官 只怕我死后多年 钦差大人 还会玩味不舍 好你个皇马贵啊 死到临头了 还敢跟我争辩 接旨 臣民皇马贵 接旨 奉天成韵皇帝骂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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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成韵皇帝骂道 你以为你躲到江南 朕就没辙了 朕就要季晓兰来宣旨 她一定会整得你一身冷汗 太文了 得改成屁滚尿流 朕才痛快 本来不想理你的 但是不怕死到冯继德 再三上折子薄举你 不知道你给了他什么好处 朕不追究 让你接下他的圈 干一任江都县令看看 反正朕杀的贪官污吏也不少了 到时候再加你一个也不算多 挺好了 你可冯继德给朕好好干 如果狼狈为奸狐狸一巴露出来时 朕就摘掉你们俩的狗脑袋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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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楚了就好 黄马官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痛快地称臣知道吗 臣 知道了 知道就好 哈哈哈哈 痛快 亲此 臣 黄马官 功领圣旨 这看这字 听着语气 这是皇上亲自写的 嗯 嗯 没错 小姐 站住 帅徒之兵 皆为王者 曾鸣黄马官 将真爱这片土地 绝对世民如此 做一个不爱钱的好文官 绝对不辜负圣意 退下 退下 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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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你没事了 没事了 八卦 好了 不下东西 你怎么办 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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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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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 哈 哈 哈哈哈 我当官了 谢谢大人 谢谢 豪 你的脸皮 你城墙还厚啊 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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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打贵了 王先生 封死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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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仙太爷 请 封大人 你还是叫我马挂吧 这怎么可以呢 你现在已经是江都支县 慢慢就会习惯了 仙太爷 请 请 请请 你请你请 恭喜仙太爷还有姑爹大人 当官的当官 升官的升官 以后咱们扬州城有你们两位能力 一定更加的繁荣啊 我是跟着封大人走 一切引封大人马首十三 哎 仙太爷不要过谦 我这个侄儿 嘴甜的可是抹了蜂蜜 这个时候说这种话 一定是有事相求 我太了解他了 顾爹你真行 一眼就看穿我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还不是为了和堂酒房的事 封了都快一个月了 我那个好朋友夫妻俩 都快要急封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仙太爷跟你也没关系 你不是也 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我都明白了 不过今天你可是找错人了 从现在开始 江都县大大小小的事情 全归皇之县管 我呀是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喽 那好 仙太爷 我那个朋友呢 也是从外乡来的 背井离乡很不容易 您新官上任 可不能只烧三把火 要蒲降甘霖呢 冯大人 你看你这位闲职 真是能言善道 仙太爷说我巧言吝啬 我也认了 我为朋友两肋插刀 好 就冲着你这句两肋插刀 那谢谢仙太爷 我这就去报喜去 拿着没办法 年轻人热情 讲义气嘛 舅舅啊 嗯 这个房子怎么样啊 喜欢吗 喜欢 特别喜欢 明天就可以搬进来了 真的 这是县令的关宅 大鳌 这一回够你绕了吧 这 闻不到姑爷的脚臭味 倒是真的 这 这大鳌的鼻子啊 闻什么东西都觉得有味 对 爹来了 夫人 马块儿来了 来 坐坐坐 来来坐坐 你好 姜姜妹妹你坐 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都不要有点心情 您多坐啊 怎么了彩莲 是 刚才娘替爹担心 她哭还说得过去 现在爹当了知府了 她还哭 我都被她搞糊涂了 哎呀 我刚开始吧 我是给吓的 我现在呢 我是兴奋呢 我这一惊一乍的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哎呀 这个季晓兰啊 真能整人 别说是你了 当时我的脑子里啊 也是一片空白 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 心跳得那个快了 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后来 季大人怎么走的 我也记不清了 真是个鬼才啊 怪不得圣上如此宠爱她 季德呀 你就别埋怨了 人家千里迢迢送来佳音 咱们得感谢 得感谢呀 是是是 是啊 得感激的跟你一样 哭过来 笑过去 连你也笑我 晓月已经把我笑的够多了 你还笑我啊 好了娘 我不笑你了 我得笑 我得痛痛快快的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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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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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夫人夫人 您应该笑 冯大人 应该高兴 我真的不知道 您三次上折子 力保小弟 您让小弟 有机会一展抱 请受小弟一拜 马瓜 你这是 起来起来 你这叫什么 我这也是为我举财 马瓜 从今以后 你也是朝廷命官 咱们要共事于同一府县 今后还要靠你鼎力相助 是啊 就像恩公那一夜说的 我们携手奋斗 为百姓谋求最大的福利 说什么恩公 那就见外了 人才不可埋没 不恩公 恩公 蔡莲姐 冬大哥 我也要谢谢你们 来娇娇妹妹 你这是干什么 今天是我长这么大以来 贵得最多 但是贵得最高兴的一天 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们两口子 对我家马瓜的再造之恩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要不是预装你们两位贵人 我真的要谢谢你们 哎呦 娇娇妹妹 来快起来 谢谢 快起来 谢谢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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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业 郎公 我孤爹当知府 他提拔的黄马挂 今后在这里 咱们说了算 那我们就是背靠大树 好成粮了 都是自己人 客气什么 是不是 少君能交到你这么好的朋友真是他的福气 以后还要薛帝多照顾少君才是 谁叫我跟他有缘呢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咱们有福同讲 有难同当 我的就是他的 他的就是我的 唐先生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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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误会 我没别闭死 你说的可真准啊 没想到钦差大人 演的这么一出 我还以为他要杀黄马挂 居然让他当了县太爷 我这酒房歇了一个月 居然在他手上 恢复营业了 这世上的事 是无奇不有 总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情 演戏的不急 急死看戏的 许悦少爷 里边行 请 那叫为古人担忧 来 请 裴掌柜的 你刚才的话 不见得都对 少君 唐先生如果要喝茶 赶紧给他倒一碗 晚上我们就开张了 你可不要陪他聊个没完啊 你自己先忙吧 我跟唐先生聊几句 就过来 你们先聊会儿 我就帮帮嫂子 好 去吧 裴掌柜的 你也太不懂得 怜香气欲了吧 那酒坛子多重啊 应该你和薛少爷一起抬 让嫂夫人 过来帮我点菜 对对 唐先生说得对啊 你过去啊 帮唐先生点菜吧 以后呢 粗活重活 我和薛帆来做就行了 是不是啊 老弟 是啊 嫂子 我帮你 请问唐先生准备请多少客人 好 想点什么菜 我这有份菜单 你帮我看看 这不太合适吧 这上面有些菜我们店里没有 有些呢 已经过季了 遗憾啊 可惜啊 你跟我到柜台了 我另外给你看一张 好 那就照柜店最拿手的菜 给我准备三桌 傍晚之前我还有事 就定在初有事开喜吧 好 走了 薛公子 今晚给你喝两杯 我的酒量不行 让邵俊陪你喝吧 喝得尽心啊 晚上过来多喝两杯 一言为定 这个人很眼睁啊 是啊 上回来的时候是个算命的 这回是阔公子 下回啊 不定是什么了 嫂子呢 她呀 只要是不爱听的 不高兴的 牛脸就走 怎么啦 怎么了这事 突然肚子有点不舒服 那还不快去上保房 那你先忙着 快去去 雪地 嫂子 你在哪啊 叫我一跳 我在这儿啊 嫂子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突然肚子不舒服 茅芳在那边 去吧 好 兄弟 好些了吗 好多了 嫂子去哪了 她去浸菜了 唐先生 雷值定的 咱们得准备好点啊 等我入伙了 多加几个人手 别让嫂子往外走 还记得上次打架的事吗 在自家店里都会发生 何况在外面 对 还是兄弟信息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还请哥多包涵啊 实在是今天一天上门道贺的人啊 一波接一波 应接不暇 本来啊 我跟彩莲商量着 用过晚饭到府上的 没想到 哥先过来了 实在是失礼啊 应该的 应该的 这官座大了 架子就得大 要学会摆官谱啊 不不 我哪敢啊 我能有今天 全靠哥栽培 记得哪敢跟哥摆这谱 哥 记得这话 说得有点像人话 对吧 记得现在是知府了 将来的前程不可限量啊 你要多辅助他 其以赋为贵嘛 不用哥哥交代 我知道该怎么做 记得啊 这次你准备带哪些人去府衙呀 黄马卦没自己的人 我想留几个能干的 先帮他稳住阵脚 等他熟悉以后 再让他自己决定 那几个人的去留 这个黄马卦 有你这样的朋友 这辈子都值了 那你 打算留哪几个人呢 哥的意思 这辈子 这辈子 起步走 左 右 左 停 后转 抬一头 锦刑 别把腰弯得跟虾米似的 一点都不精神 一点都不威风 县太爷别让你当伪了 小巧 我才没上任 你这口吐妖言 当心我 我帮你收拾 大胆 大胆 要惶恐 大仗之中 不能玩笑 是 黄马哥 上前 建立 停 你应该先说 末将在 然后再上前 不是这么回事 我当的是文官 不是武将 大胆 放肆 竟敢抵装本将军 大方 末将在 把他吞出去 走 跪下 斩 小剑 小剑 要不冷静 三思而互行 末将以为 不能斩 斩了 斩了以后 你就没有老公了 你说得对呀 而且触眉头 对呀 那就从轻发落 再来一次 嗯 哎呦别了别了 叫我叫我 你就饶了我吧 我 哎呦 我当的是文官啊 不像岳父大人是武将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嘛 什么立军令装 接令旗 这是哪出跟哪出啊 哎呀那不是代战公主 哎 好啊好啊 傅畅夫不随 还没上任先 窝里反 有意思 你 你是那个 你这个人啊 穿上龙袍不像皇帝 搞这一身贵衣服穿在身上 还是一脸臭算命的穷相 没错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 多多包涵 我正准备找你 算得真准 我真的当了 恭喜你啊 县令皇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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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样叫我喜欢 哎 你不会是来讨债的吧 说得多难听啊 我又不是讨债鬼 再说 凭我这身穿着 二十文算个屁 那你干什么来了 对啊 我呀 是来请你们吃饭的 这 不能去 他知道 老爷当上了县令 想巴结老爷 某个衣冠执的 不能去 绝对不能去 我觉得 大方说得 有梦名 我在无锡啊 那买卖做得可大了 就连知福我都不放在眼里 我怎么会委屈自己 在皇马挂手下 找个差事干呢 废话少说 快走吧 再不走啊 菜要凉了 哎 等等 我跟菜思草那些朋友 约了一起喝酒 不能失约啊 你不跟我去啊 那才叫失约呢 你要约的人 我都帮你约好了 候着呢 哎 哎 哎 那我们也去吧 啊 我们收拾一下东西 哎 好 哎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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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来来来 好 好 干了干了 干了干了 好 坐坐坐坐 嘿嘿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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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可好了 啊 这 咱哥们都当上县太爷了 这 这 多有面子啊 哎 大哥 哈哈 别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这县令皇马褂 是咱们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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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对 一日为是 这这 这 终生为父 啊 我要叫老师爷爷了 这 这 你傻小子 你救我 把咱爷俩 都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各位 嗯 不管 我跟各位的关系怎么样 各位以前怎么样爱护我 从今以后一定要跟以前一样 寻规蹈矩 来 我敬各位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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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干了 好 好 来来 坐坐 我觉得啊 皇上赐给你的名字啊 摆在县令后面很好听 以后高声了呢 还可以叫知府黄马褂 取府黄马褂 怎么叫都好听 我还是喜欢你叫我老公黄马褂 聪明 你要是不让我叫你老公黄马褂 我就让一下大凤一样为天空 哎 不许在外后说人坏话 来来来 吃菜 吃菜 去菜 不吃不吃 干什么呢 在这不吃不喝的 看它干嘛呀 我在研究 这个唐靖芝从柳青身上看出了什么 那结果呢 我觉得唐靖芝喜欢她 一分痴情 一方半心 点一点分量不尽 风雨人手 苦苦奔心 相依相心 难平 日月光照 四夜风起 盼得是太太平平 上有天道 下有人情 坐起来直到 间隙 你 也曾经千里愿意 先前 只因为心中有爱 不毁灭 也曾经几番起落她 笑见 只要我一生进退 心里啊 天不变 早也不变 寒来暑晚 碎碎点点 谁都不悔 回忍去 忍怀 平生战所远 又好奇 我怪你 也要不变 你 又好奇 我怪你 又好奇 你 我怪你 又好奇 我怪你 又好奇 你 又好奇 你 又好奇